文静 詞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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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是看了那個武技家的儲娘 很有看那個像傘文一樣 那個導演世之玉和很有名 但是那部電影 那個日劇 我沒有很喜歡 就看一下風俗習慣而已 世之玉和這個導演很麻煩 我看過他兩部電影 第一部電影叫《幻之光》 其實我很喜歡 那是他的處女作 但劇本是別人寫的 第二部是叫做《下一站天堂》 應該是《下一站天堂》 我很不喜歡 看不完 肉依爸說 算了 算了 不看了 就把他關了 劇本是他自己寫的 世之玉和到底是不是 一個好的導演 我還是不是 我仍舊不是很確定 武技家的 武技家的儲娘 是漫畫改編的劇本 我猜劇本是世之玉和改寫的 還好有點內容 內容是 漫畫的作者賦予的 還是世之玉和 賦予的還是世之玉和 略為稍加改編 我不是很確定 但那一部其實我覺得也還可以看 所以其實原來看日劇最早看是看那個 武技家的儲娘 因為我現在的身體狀況大概 我覺得我出國大概就只能去日本 韓國實在不太想去 我兒子問我韓國 我去過韓國只有一趟 就 就覺得不想去 風景不夠好還是那個人文 你第一個事情就是 我從日本 九月份日本賞風回來 我到今天都沒有辦法完全知道 為什麼我在韓國看風月 一點感覺都沒有 我在日本看風月感受那麼強烈到 我 我從日本回來到現在都在研究日本 都在找各式各樣的 我找得到的相關的資料 圍繞著悟哀 其實看大西克里 其實大西克里已經看完兩本 悟哀看完了 悠璇看完了 悠璇寫得比悟哀更糟糕 糟糕到我根本就不想再去評那一本書 那哲學系教授 我跟我太太講這個人的時候 代名詞叫笨蛋教授 細節不多說了 然後 我去韓國賞風的時候 一個是首爾旁邊有一座山 叫什麼山 雪月山嗎 不是雪月山 雪月山好像是國家公園 不知道叫什麼山 反正就首爾旁邊 可能就首爾市最高的山吧 上面好像有首爾塔之類的 那你可以看 看出去可以看到楓葉 那個往下看 一條步道上也是楓葉 那個地方市郊 沒特別感覺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但是 韓國是不是有個很有名的 國家公園 在南方 是叫雪月山嗎 不管 反正韓國非常有名的一個 一個 散紅葉的地點 很多人去 第一個事情是 我不知道 跟那個遊客有沒有關係 我不是很確定 我去韓國的時候 在Coffee之前 滿路都是人 第一個問題 到哪個位置 通通都是人 然後到那個公園入口的時候 通通都是攤販 然後進了公園以後 只有一個地方可以吃午餐 我沒有帶午餐 所以我得在裡頭吃午餐 那個吃午餐的地方就是 簡陋的不得了 就是那種 隨便一個那個 小桌子 那種折疊式的桌子打開來 然後隨便擺幾把椅子 感覺就像這樣 然後廚房在一個類似 涼亭的位置 然後 你就覺得 什麼都很隨便 什麼都很隨便 什麼都毫無秩序 然後 旁邊還有那種 類似卡拉OK唱歌 歌跳什麼的 喇叭聲音 啪的不得了 我甚至都已經走到後山 都還聽到那個喧鬧聲 韓國人對於 反正就這樣 就 你很難有什麼叫做優雅那樣的心情 所以就是 鬧轟轟 鬧轟轟 鬧轟 我覺得這個很可能是 所有影響因素裡面最嚴重的一個因素 就覺得那是一個 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靜密雅致 沒有那些感覺 就是一個觀光遊覽地點 那烙烙的觀光遊覽地點 然後 大家都很隨便 的地方 不能怪觀觀客 那裡頭一大堆都是韓國人 在那一邊那個大喇叭 唱的可都是韓國歌 就韓國人對於 我覺得韓國人沒有發展出一種精緻文化來 就這種感覺很強烈 大概到台灣的任何觀光地點 我覺得比台灣的觀光地點 可能還更糟一些吧 比較像我小學畢業旅行時候的觀光地點 這樣 就亂轟轟 就亂轟轟的地方 然後我到南移島 南移島是首爾郊外必遊的景點 有那個漂亮的黃色的 有那個漂亮的黃色的 銀杏樹 你要說那個銀杏樹漂亮 漂亮 你要說風葉有紅葉有 你說那個地方值得流連 不值得 就主題樂園 我覺得韓國人把他們自己的所有地方都搞成主題樂園 不只商業 就什麼都很假 大陸的方式是一種很土的那種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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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山寺 我到韓山寺 韓山寺裡面有非常多的石碑 石碑上面寫的字是醜不垃圾的 都是什麼元帥 將軍 就1949以後那些大草包寫的字 那些東西替代了韓山寺原來的石碑 沒有文化的那個程度是 比韓國更加的不可思議 可是因為我對中國大陸有一份感情 傳統中國這樣講 我對傳統中國有一份感情 所以去那邊 一邊是看著那裡的荒唐 一邊是仍舊有一種 跟古時候 尤其唐宋時間 因為我熟悉的是唐宋的詩詞 最熟悉的是 從南北朝一直到唐宋的文學 跟那個東西是能連結的 之外那個現場是不可思議 大陸的現場是不可思議 上海的那一種 對比也是不可思議 我看過全市 我猜測是全世界最乾淨的廁所 至少是我去過所有廁所中 最乾淨的廁所是上海 就在 就在 他一個非常重要的大馬路的十字交口上的一個 很可能是上海最貴的百貨礦司 的廁所 那誇張 非常誇張 那裡頭的東西都是貴得一塌糊塗的 但是 啊 裡頭的東西都貴得一塌糊塗 所以可以 所以 所以那貴婦去的地方 所以 我蔡租金大概也是貴得不得了 接著就是叫做 所以廁所很乾淨 那誇張到哪 什麼程度你知道 一個難測不過就是 五六間有門的七八個便斗 類似這樣吧 一個專人之後 一個專門的清潔工 只要有人出來他就進去 看他在哪裡 哪個小便斗站過 底下就脫乾淨 出來就看他在哪個洗手台洗過 擦乾淨 你要看到洗手台有水 就必須剛好你前面有人洗過手 只要那個洗過手的人一離開 你 你立即馬上就看不到了 然後那個小便斗底下的水 立即就看不到了 那這個是極端 另外一個極端是到處都貼著 像什麼 我忘了那個措辭 意思是文明社會 不要大小便 請你往前面靠近一點 上廁所這個也算文明社會 然後就是南京的國務院 舊的國務院 等於舊的行政院 不知道叫國務院還是叫行政院 我去那一邊 剛好那一天是沒有開 但旁邊有個廁所 我繞了好大一圈 那個好大一個範圍 繞著圍牆走好久好久才找到一個廁所 老遠就聞到尿臭味 整個廁所淹水沒有人管 誇張到什麼程度 絕對不是一天的淹水 因為就有人去疊那個厚厚的石板 一塊一塊把它疊到廁所裡面 讓你可以踏著那個走進去 然後再走出來 用這種方式解決這樣的問題 在南京那個叫什麼 國民政府一條街 反正大陸什麼都叫一條街 國民政府一條街 是民國時代一條街 裡頭最重要的一個建築物 旁邊的一個廁所 用這種方式註定 這不是最誇張的 去上海一個 很有歷史的一個寺廟 大概是觀音寺之類的 搭地鐵站 那個算是邊緣地方 那還是地鐵 快要接近地鐵的 中站 的一個某一個站 去那個景點 然後出來 然後需要上大號 每一間都是 都是塞滿了 你沒辦法進去 但就在那個分坑 地鐵站 上海 上海 我以前講過上海的差 對比 這是另外一種對比 中國的 中國的景點 中國的景點 反正 難以形容 難以形容 但是 韓國的景點 就是 假 很清楚的假 就是假 然後 你們在這裡 你們在台灣 也許看不到 韓國人的廣告 我在那一邊 我忘了去也是好幾天 反正 反正 從我孩子很小 我就告訴他們 旅遊的目的 不是去玩 是去認識另外一個社會 另外一種文化 所以 我孩子從很小 我就會告訴他們 出國旅遊是要上課的 後來有一年 我去帶女兒去京都 女兒還把我跟她媽 關到樓上 所以 窗簾拉下來 夫妻媽黑的 放映 她準備好的 京都建築講義 講課 講兩小時 我都忘光了 我只記得 被她關在那裡 聽了兩小時 那個 行程是她安排的 我到今天還是不知道 我沒有能 到今天沒有能力 沒有能力欣賞 日本的傳統建築 安藤宗雄的建築物 我看過一個 在東京六本木 非常棒 可是 日本傳統建築 為什麼是那樣 我到今天都 無法理解 說無法理解是因為 他們在某些地方 表現出來 他們是一個有感覺的民族 日本賞風 日本賞風 就算人群擠得滿滿的 不太覺得有那種 吵雜的聲音 大概就是入境水索 怎麼想都不太想得起來 有那種吵雜的不得了的聲音 都是風月為什麼差那麼多 我不完全知道 但反正 我覺得你到日本去 觀光景點你都還是可以感覺到一些 日本味 但是韓國那個最可怕的是 那個觀光景點的所有東西 我都感覺不到韓國味 我感覺到的是假味 就像他們那個少女時代有沒有 沒有 那個都是造出來的 那不是韓國一般的少女 就他們的 我覺得他們娛樂業的有一些製作人 已經掌握到 所謂的底層鄉民的 偏好品味之類 那我在韓國 因為我還可以看到他們的廣告 千篇與綠 整容過的女孩子 裝出那種很標準的 清純可愛無知的笑容 裝的首飾 就像少女時代那樣子 就是簡單的不得了 的那個東西 所以韓國的那種假是 整體上是一致 非常一致的 所以他們可以把他們的傳統也變成 很假的東西來販賣 所以我跟我兒子說 想要了解韓國去一趟就好 我也許是錯的 但那一趟大概八九天吧 當然還有一些很誇張的事 韓國還有一些很誇張的事 我跟你們講過沒有 我可能沒跟你們講過 我旅館的旁邊有一間水煮牛肉店 水煮牛肉是韓國很重要的一種美食 水煮牛肉就是牛肉放到水煮就端出來 非常好吃 一點腥味都沒有 韓國的食材是 還是很好的食材 我常常就在那裡吃水煮牛肉 我常常就在那裡吃水煮牛肉 因為就離我旅館近 應該再加一句 我也想要去吃烤肉 總要試試看 那開玩笑 走好幾家 我有去一家 走好幾家你就是找不到位子 五六點就找不到位子 被定滿了 好不容易有一個地方 樓上的角落有個位子 炒得要是炒到 它Menu送上來人下去 人再上來我說 我就算了我走了 炒得我受不了 可是喔 烤肉可是熱門的不得了 所以男人隨便吃個正餐就去吃烤肉 女人跟兒子呢 你們不能跟 我從來不跟旅行團 因為你跟旅行團 你不可能知道這些事情 我就在那一家店 吃了不知道多少個晚餐 很多男人單獨來吃的話 就是這樣 一碗麵或者一碗飯 然後他桌上就是一大鍋的白蘿蔔 再加一大鍋的辣泡菜 就這樣 這兩個是免費供應 隨便你拿多少 我就常常看到那個男人 就是一碗湯麵 配蘿蔔跟泡菜 就這樣就解決了 你不要以為他就吃這些 他準備要去吃烤肉 那烤肉跪得不得了 終於有一次碰到兩個男人坐下來 欸 竟然點水煮牛肉 一盤 那飯也是一樣 就是一大碗白飯 或者一大碗麵 然後那個就是那個蘿蔔那個泡菜 然後呢就有酒 然後我不知道他們談什麼 看那個年紀跟彼此的那個尊卑的態度 猜測是在談公司的公司 上司跟下司 所以這個算是下班的第一拖 等一下可能又是去吃烤肉 我那個旅館那個旁邊 我這個水煮牛肉麵的旁邊 一堆烤肉店 我吃過其中一家男子的鑰匙 其他好吃的全部訂不到 就是有沒有位置 一個人的位置 沒有 後來我就放棄我不吃烤肉 我就乖乖的每餐都吃水煮牛肉 反正那個水煮牛肉還蠻好吃 有一天來了一個媽媽 六點 兒子還背著書包 女兒也背著書包 重重的書包 一個媽媽 一個兒子 一個女兒 一碗白飯 一碗麵 蘿蔔加泡菜 我不相信媽媽帶兩個小孩去吃第二拖 很誇張 細節我不知道 我後來有查了一些關於韓國的一些社會情況的資料 不在這裡分享 反正 反正 韓國的那種 一個是假 一個是社會裡面那個資源分配的不平均的嚴重程度 我覺得是 恐怕是台灣人非常難想像的 我不知道你們看韓劇會看到什麼 我看了那個什麼 什麼律師 語無語什麼的 每次想到鯨魚出來就很開心 那個 假的要死 什麼她的原生母親 她聘她的那一個律師事務所的那個女生 是為了要報復她的媽 所以才把她找到律師事務所 然後我沒有看後面我就看一下劇情介紹 什麼勾心鬥角什麼 反正就講那些事情 我覺得 韓國片我還沒有看過什麼 我看 看得進去 好不容易把那個俠女刀的記憶 好不容易幾乎從頭看到尾 關於結局我也是很難忍受 哇 這麼誇張 知道嗎 你們不看韓劇 韓國電影裡頭這一部可能算是 蠻有名的一部 啊 反正呢 就是號 第一個號稱像李安的臥龍藏虎致敬 我看了這個標題都覺得 無聊 不管 反正就武俠片 武俠片裡面就是有一個師父教了封城三峽 是大師兄 兩個男的一個女的 比較小的男跟女是一對情侶 然後他們是以俠義出名 然後這個年輕的男的為了權勢 出賣了大師兄 因而害死的大師兄 然後這個二師兄跟師妹 生下了一個女兒 然後呢 反正結果就是這個女主角殺了她爸媽 不 殺了她爸爸 她爸爸殺了她媽媽 她殺了她爸爸 然後下著雪的時候 跪在地上磕頭 我覺得好誇張 反正裡面沒有屬於人性裡頭 比較真實的部分的揭露 就不好看 先看了那個 武俠家的雏娘 裡面有些東西 其實是有一些東西 比如說 有人看過嗎 看過舉手 可以去看看 還是可以去看看 我不多說 可以去看看 世之愈合拿過那個 砍城營展的金鐘鋁獎 我覺得還是可以看的東西 我是因為看了那個 所以警覺到說 有一段時間其實我一直在找日劇 都是看了一點點以後就不想看了 所以沒有跟你們提過 因為我總是難免好奇 一億人口的國家 日本 我總相信 人才按常態分配 因為 人口基數越大的國家 越有機會出現好的人才 所以一億人口的國家 又是亞洲第一個 進入現代世界的國家 總該有什麼 不要講說太深奧偉大高招什麼的 總該有什麼 所以我總會不時的偶爾看一下這樣 那都很失望 一直到看了 換之光覺得還不錯 看 五季家的主娘其實就是 就是因為我覺得我大概 韓國不想去 那我只能去亞洲 中國不想去 那只能去日本 那我不是說去日本也不用跑來跑去 光一個大盤這山就把我搞死了 就算了就認真認識京都就好了對不對 認識完京都有意願再去別的地方跑跑看 那五季家的主娘 那五季家的主娘 一定會看到一些我們去日本觀光看不到 比如我我這一次也有去花間小鹿啊 花間小鹿那一些有五季的那些店 跟傳統一樣 整間花間小鹿晚上你去看看 黑的 對吧 你只看到牧牆 然後呢 每一戶門口一個小小的燈 你什麼都看不到 你除了看電視劇之外 所以你去看那個五季家的主娘 你所能看到的 遠超過你到京都去住一個月 這個是今天對我來講 旅遊到底意味著什麼 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尤其 我在那個YouTube上看了 好幾部NHK製作的 我忘了它標題 好像叫NHK World還是什麼 反正NHK有一系列的節目 是向外國人介紹日本 英語節目就是 裡面很多 講很多是我們不可能會知道的事 觀光客不可能會知道的事 所以觀光是什麼 對我來講 越來越是一個問題 好 所以我就看了那個 看了那個以後讓我覺得說 會不會日本的電影 水準不好 但是日本的戲劇的電影 偶爾有好 所以我就看了幾部日劇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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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名的不是女主角 也不是導演 是劇 劇本作家 她的 她這個連續劇在 日本 廣告的時候 她的 宣傳單上 最大的字是寫四重奏 片名 第二大的字是 編劇者的名字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編劇者有另外一部 連續劇我就看 叫大豆田永久子 與她的三個前夫 第一 第一集看完幾乎就不想看了 忍耐為了她是寫得不錯 2017年的作品 大豆田永久只是2021年的作品 忍耐 再看一幕 幾乎想要放棄 忍耐再看第三集 總要搞清楚到底在幹嘛 第三集終於知道要幹嘛 很無奈 看一下第四集 第四集沒看完 算了 就是說 自從之後是講三十歲的人的事 困境 三十歲的困境 三十歲什麼困境 三十歲就是 差不多就在 上坡路差不多要走完 下坡路差不多要開始 理想與現實 上坡與下坡 結婚與離婚 就是那個轉折點 所以 有很多可以談 深入去談的事情 他也談得還蠻不錯的 大豆田永久只是講什麼 過了四十歲的人 人生是怎樣 下坡 就這一個 這個劇本作家的特色是 在思索 就像我在部落格講的 其實我們覺得 大多數人都是平凡人 我們最在意的 愛情 婚姻 事業 理想 興趣 都不可能圓滿 這樣的人生怎麼活下去 這一個劇作家 至少在這兩個劇裡頭 他關心的都是這個事情 我覺得 我覺得 大豆田永久只 已經 太 我覺得沒有找到好的話題 事從做事有找到好的話題 所以就看不下去 後來又看了一部是 忘了名字 女主角 女主角是一個 便當店 賣便當的 便當店前面的那個小姐 女主角很有名 是演那個神劍闖江湖 你們知道神劍闖江湖嗎 神劍闖江湖 我寄下來 很好看 不是文學性的 不是文學性的 好看 沒有 我小時候跟著我爸爸看 錢巴拉 看慣了 所以 賤俠片 就很單純 就賤俠片 就是很好笑話那一種 就是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看個開心這樣 神劍闖江湖裡面的那個女主角 反正就是演一個性工作者 然後 便當 那個叫什麼 我是千尋 對 叫我千尋 其實應該翻譯成叫我千尋 叫我千尋 你花很多時間看日劇 那個又是漫畫改編 漫畫可能很多集 這一部 其實我覺得還可以 只有兩小時 我還覺得 後兩小時看這樣一部還算值得 就講一種 就講寂寞 社會邊緣人的寂寞 我相信跟原來的漫畫不一樣 因為我看過 因為我看過關於原來的漫畫的介紹 所以日本還真的跟 跟其他的國家 是蠻不一樣 現在反正好萊塢電影我實在是看不下去 有夠糟有夠爛 我對好萊塢電影你知道我最受不了的是什麼 像那個什麼超人的那個系列 到最後叫我忘了叫什麼 反正結果是不是 有一個壞人拿到了一個手套 上面有五顆寶石 有五顆寶石 有五顆寶石 可以毀滅世界對不對 對 都有這樣的超能力的 一樣 用拳頭打到兩邊都頭破血流 無聊怎麼這麼沒有想像力 啊 無聊到幾點 不過就 與其看那個還不如看日劇 看看有沒有機會找到一點點 溫馨的東西 就他們有一種 體貼人的東西 然後其實我寫《四叢咒》的時候 是在為原事物語 按伏筆 我從寫那個《郭莊武》 其實就已經打算要寫一系列日本 因為我整天都愛讀日本的東西嘛 我就想 讀這麼多 順便寫幾篇 本來打算說到 我四月份還要再去一趟日本 去日本之前 我反而放假 因為我 我從退休到現在沒有放過假 對啊 要不然就寫書 要不然就寫部落格 而且經常是 又寫書又寫部落格 把自己壓榨都快炸乾了啊 我太太每次都說 你怎麼退休搞成這個樣子 我到去日本賞封回來 開始 去日本賞封前就開始看日本美學的論文 回來讀了一點論文 然後 然後 愛幾點睡就幾點睡 愛幾點起來就幾點起來 愛工作幾小時就幾小時 完全放鬆 然後我才警覺到說 哇 我十幾年沒有休假 就去韓國那一種其實不太算 就心裡一直都繃緊緊的 沒有放鬆過 然後就突然覺得說 縱容自己一下 下一次去日本之前 我就算了 我乾脆就讀 研究日本美學 順手寫一些部落格 我現在不是 預定每個月寫三篇嗎 其實是發布三篇 我現在其實是 寫了先偷留在那 然後等 等到日本賞音回來 我就把看存了多少 就拿那些存的 來發布 然後專心寫下一本書 本來打算這樣 所以我其實在那裡偷偷鋪陳 因為我讀了一點 我嚴肅物語 沒辦法你要知道誤哀 那你就要讀嚴肅物語 因為那是誤哀的起源 如果越研究越讀 越麻煩越複雜 複雜 要寫本居宣長的誤哀 本居宣長在二十九歲的時候 就是研究原始物語 就是在原始物語 第一次發展他的誤哀的理念 為了解釋 指示部 為什麼寫原始物語 他說原始物語 指示部寫原始物語 就只有一個企圖叫知物哀 然後又說 何歌只有一個目的 知物哀 何歌跟那個原始物語的時代 非常的相近 原始物語的作者指示部 還後來被列為三十六歌仙之一 歌就是何歌 就是三十六個著名的詩人之一 然後 裡頭一大堆的那一種 何歌的仇答 所以我發現問題非常多 我舉一個例子 何歌 我讀到的何歌都是那一種 七言 五言七言 然後念起來有聲韵 像一篇詩這樣 我最後覺得那樣子翻譯很不好 因為 根據 最 比較新的中國學者的研究 因為日本有很多的詞 日本的語法跟中國的語法不一樣 所以 日本很多的詞 其實在中文翻譯的時候 不見得要譯出來 所以他們 他的評估是什麼 我現在記不太得了 何歌 翻譯成中文 大概是 字數大概是剩一半還是三分之二 我現在記不太得 然後很多作者為了 為了應湊那個五言或者七言 就在翻譯過程中 它叫做多意 把詞里原來沒有的意思給加進去 你看光這就是個問題 你們有讀過原詩物語句是嗎 讀過一點點 原詩物語有人說它像是紅樓嗎 還有人看了以後說 應該是像金品美 然後中國的讀者 中文的讀者最喜歡講 裡面是個淫亂的世界 這個形容詞真的問題很大 你要知道那個時代的差別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那個時候 男子動不動就闖進女子的屋子裡 當場強歡 不認識的陌生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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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就用這個錯字 甚至他爸爸的小老婆 不是他爸爸的小老婆 是天皇的皇后 以婚的未婚的 我就舉一個事情讓你們知道 那個差異大的不得了 那個時代叫做平安朝 平安朝時代的婚配制度 第一個皇親貴族都有非常多的太太 而且他的第一個太太通常是貴族 權貴 也就是當時的權利 天皇沒有 沒有絕對的權利 反而經常是所謂的左大臣 右大臣 擁有更大的權利 所以天皇必須要跟權貴的女兒結婚 那反正就是從天皇 連天皇都這樣 必須要跟權貴的女兒結婚 其他貴族那就更加是如此 所以通常第一個太太 都比男生還大 而且通常第一個太太是男生十二歲就娶了 目的是通過岳父的家 去兩家加起來的權勢去造就這個男生的往上 因為十二歲就可以 舉行的成人禮有的太太 就可以進宮廷服務開始爭取榮華富貴 此其一 所以第一個太太通常不是自己愛的 第二 那個時代的婚姻配制度是 仿婚制加上試婚制 就是男子夜裡 男子白天去打聽 哪裡有好女人 有誰家的好女子 打聽完了以後晚上去 晚上常常是 也看不清楚對方相貌 只能憑講話聊天 然後就做愛 包括在內 所以婚前性行為是必要的 不是社會容許的 是社會制度就如此 然後天亮的時候離開 天亮的時候才看到榮 然後 這男子必須要第二天 寫一個詩給女子 表達他對前一個晚上的感受 以及表示他今天晚上會不會再去 如果連續去了三夜 那才代表 真的有意願 你看這就其中一件事 男子如此浪蕩 所以男子就必須怎樣 試過再試過再試過 再試過再試過 徐志摩說 我將於茫茫人海中 尋覓我那唯一的靈魂知己 得知我性不得我命 徐志摩可以 為什麼 原是物語的男主角 光原是不可以 因為 因為徐志摩是跟女子求愛 沒有跟她上床 問題是第二件事 平安朝時代的男子見不到女子 就這麼簡單 平安朝的男子是見不到女子 第一次見到就做愛 而且是晚上 之前只能平打聽 所以那是一個很不合 完全在我們想像之外的那個時代背景 所以你要讀那個書 你不知道這個背景 你對於這些人的感情的判斷 全部都是錯的 你等於把它們放到一個 完全 差異太大的一個脈絡下 在理解她 而且你又自己不自覺 那女子怎麼會 這麼輕易就讓一個男子 跟她發生性關係 女子沒有選擇權 你可以想像在這樣的制度下 很多女子嫁的時候都不是處女 在這樣的制度下 女子就是男子試婚的對象 在這樣的制度下 很多男子會 借機佔女子便宜 一次 兩次 反正只要沒有第三次 你就不用承諾 你就可以走了 所以如果你知道這個背景 那這裡頭在講光源時 至少有一個小時 你就不能注意到 有一個女子叫 未在話 莫在話 她聽人家講她多好多好又多好 她就去跟人家過了一夜 你表面上都是女子好像有掙扎 或者沒掙扎 其實那個掙扎不掙扎 不是我們想像的那一種 掙扎不掙扎 可以嗎 因為女子就是人家試婚對象 講穿了就這樣 女子要不然就是 爸爸結交政治經濟利益 那時候大概就是政治 女子要不然就是 爸爸 雙方父母政治利益結合的工具 要不然就是 男子試婚的對象 女子是 我如果沒有搞錯 有一篇文章還甚至講 平恩曹時代女子是沒有名字 連名字都沒有 連名字都懶得去 我都不知道怎麼去 小時候怎麼叫她們 所以指示部 到現在沒有人知道她 指示部不是 作者指示部 指示部不是指 名字不叫指示部 不知道她名字 這麼有名的人 不知道她名字 而且指示部這個 這麼有名的作者是一個 不是後來有名喔 她活著的時候 原始物語就一定在 宮廷裡頭 很多人喜歡而流傳 這麼有名的人 就不知道她名字 指示部 經考證 要不然就是她的官名 要不然就是她爸爸的官名 指呢 是梳林女主角的名字 所以 女子能有什麼 女子什麼都沒有 那女子能有什麼愛情 你先知道這個背景 就是男人是那樣 女人是那樣 然後開始去 看她們的感情世界 這幅書其實是在談男跟女的 男人跟女人的感情世界 那 這個男主角為什麼會跟那麼多女人上床 她要講各種不同的 男女各種不同情境下的 的情感 裡面有很多種不同的情感模式 那你要知道那是1100年前的小說 非常的長 中文翻譯好像是三大册吧 所以有人就懷疑說那不是單一作者 因為那麼多册 不像是單一作者可以做出來的 很多問題 然後 我覺得中文的翻譯問題是非常的大 因為 單純回來平安草 所以女子 那樣的時代要寫女子的情感世界 真的是一個很困難的一件事 可是那樣的時代 女子有沒有情感世界 會有啊 男孩子會到處去打聽女孩子 女孩子會 偷聽 哪裏有美好的男孩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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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 有一本英文的書 我記得書名是 How love conquers marriage 愛情如何征服了婚姻 這部書是 從 希臘羅馬時代 開始講 歐洲的婚姻史 裡頭講就是 傳統婚姻跟愛情沒有任何關聯 因為愛情瞬間就消失了 愛情是不長久的 政治跟經濟的利益是長久的 所以女人最幸福的是 是嫁一個 財富全市都極高的男人 這樣 不是 不是 這是對歷史的考證 這是一本考證歷史的書 你說 這是男生觀點 你說 我說在原式物語裡面也有女生嗎 不是 原式是 指示部是個女生 他那個男主角不是很理性化很秀 我已經說中文翻譯要小心 你要很小心 我們的中文翻譯問題很多 我只是不想再多講 沒有 我只是不懂 就是這裡面有一點點 比如說他本來很喜歡那個 就是 他有點迷戀他 像他覺得是有點類似像他的媽媽一樣 但是 就是他對他的迷戀是有帶著一點女性的色彩 但是後來他又戀心的戀人 就是我有點不很明白 他在這一段裡面 要描繪著 就像你說愛情不長久 他也可能是 我們分開來談 我現在在講的是那一本 一個學術寫的學術著作 愛情如何征服婚姻 從希臘開始的婚姻史 講解 你可以說這個是父權社會的特征 你不能說這是男性觀點 所以父權社會的 但是那個父權社會 你不能說男性觀點 為什麼 因為那個爸爸是為了女兒好 所以以前的人 不相信愛情 因為愛情不長久 但是 你嫁個有權有勢的丈夫 他不一定愛你 可是你兒子的未來一生幸福都有保障 關鍵在這裡 你的孩子的未來是有保障的 那你也不能說是男性觀點 為什麼 因為那個跟你結婚的男人也被當工具 所以它不是一個簡單的男性問題 所以在歐洲社會也是這個樣子 那你在平安朝時代 天皇的權利不是絕對權利 天皇的權利也不穩固 所以本來那個 袁世光他的爸爸 那個天皇 最愛的是這個皇子 不是長子 但是 因為這個皇子的媽不是貴族 所以 他覺得如果讓這個 兒子當天皇 他會被外戚欺負 會被權臣欺負 又覺得 如果讓他 當皇子 他甚至會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所以就乾脆把它降為臣疾 這就是日本另外一個非常複雜的一件事情 那是另外一個日本非常複雜 我們要去我們要去懂日本是一個非常麻煩的一件事情 就是根據日本神道教的信仰 所有日本天皇都是天造大神的 嫡系的 後代 但是 根據日本的神道教信仰 日本天皇以外的大和民族 他們的起源 都是天皇的後代被降為臣疾 世性各種不同的性 所以我們在講說 大化革新就是漢化 這個說法 那 比較新的 論學術著作裡 基本上是 嚴重質疑 因為他們說 日本就有些東西就不可能漢化 他舉了一個 我覺得覺得非常好的例子 人軍 中國傳統儒教 軍要人 軍 軍道是人道 這個事情在日本你根本沒辦法翻譯 過去日本人不可能接受 第一個 天皇是神 你怎麼可以要求神 行人道呢 所以 在日本根本不可能對天皇有任何要求 所以他的漢化裡頭是要 全 是要控制全臣的權利 要臣服從於天皇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 公 天下為公 這個公 他說公這個字在中國跟在日本又不一樣 在日本 所有的大和民族的人 因為大化革新的時候還在大和 大化革新的時候的那個大和所擁有的領土 只有在京都附近 沒有很大 不是整個日本 要到整個日本 那個是經過戰國之後 才擴大到整個日本 所以那時候有各種不同族 但總之大和民族 的所有的民 都是天皇的親戚 這他們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背景 我在講那個四重咒的時候也要講大致件事 這才會 本句宣傳才會講 所有人 都是神造的 甚至都是神的遠親 所以所有的人 只要秉著真心真性 就是純潔無瑕的 這是他們一個非常 背後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核心價值 所以第一個大的問題是 你是不是真的愛他 那所以舉一個例子 像原世物語裡頭 這個原世光 原世光等於每個晚上在尋找 他所愛的女人 理想中的女人 好吧 那 不得已 我其實不想扯 今天晚上本來不想講那麼多 因為我還是想要講一些這個 原世裡頭 第一個發生性關係 我其實不太得秩序了 反正另外一個 日本對於亂倫禁忌 遠不如中國人想像那麼嚴重 就亂倫這件事在日本不是 遠不如中國人想像那麼嚴重 因為他們本來就有血清 為了保持天皇這個系統的純淨 以及另外一個叫什麼 原奈還是叫什麼 反正就是有一個全城 掌控了天皇的那個全城 他們就一直強調 天皇要具有這一個 這個全城的血脈 就要他們家嫁過去的才可以 所以 近親結婚的現象是 是非常的 平凡 比如 這裡先牽涉很多 好 這裡牽涉很多事 就講吧 在原世物語裡頭 華人讀了覺得最不可思議的是 男主角跟他的祭母 也就是他爸爸的妃子 師通 生下了一個兒子 成為後來的天皇 就是華人覺得最不可思議的淫亂 我們把這事情講通 這一個祭母是誰 通常叫藤湖中公 中公就是皇后 藤湖就是他住的地方 你看 這麼重要的一個人 沒有名字 他唯一的名字叫四皇女 是先帝的四皇女 那 原氏的媽媽 被他爸爸 就天皇 從愛 那引起很多的憤滿 不平 然後生下了原氏 然後第一章一開始 就講這個天皇有多愛原氏的媽媽 然後這個原氏有多麼 多麼漂亮 那個所謂的秀美 我就說中文翻譯不要相信 因為我相信 碧玉你讀的是靈文樂的藝本 那我就不知道你看是誰的版本 你也有可能是封子凱的 我不知道是封子凱版本 現在最有名的是封子凱跟靈文樂的版本 台灣只有靈文樂的版本 靈文樂的版本翻譯可能有問題 細節我不多講 因為這個人還活著 所以我本來不想多扯這件事 原因在這裡 封子凱是已經死了 這兩本書的翻譯的時候 林文樂我現在忘了是哪一年 寄出來的 台灣的新聞局的審查制度是否還存在 本身就是個問題 華人在翻譯日文的時候 會把這些所謂的淫亂的東西 可能會含蓄待過 所以靈文樂的某些情節 我就覺得他把它翻譯得太會色 不敢直接翻譯出來 那所以靈文樂到底對於平安朝時代的 當時的風俗特性有沒有足夠了解 有沒有能力準確的解讀原始物語 我質疑 那這個先不管 一筆的問題很多 可是因為那個情節很豐富 所以你如果完整看那些情節 你才比較能知道發生什麼事 原始的媽媽 原始的爸爸這個天皇偏寵這個小妾 這個小妾叫庚依 原來就是低階的 低階的 很比較低階的 四妾 因為高階的叫女裕 庚依是比較低階的 所以他爸爸跳過的那個階級 去寵愛這一個 然後讓原來的那個叫 他原來的那個 幫他生了皇太子的那個女裕 獅寵 裡面設計一些政治鬥爭 我也不多講 反正第一章就是講這個 天皇對原始的媽媽有多愛 愛到什麼程度 整個不成的是這個東西 然後這一個 原始的三歲的時候媽死了 死了以後天皇想念她 非常非常非常的久 後來聽說 四皇女長得非常像 原始的媽 為什麼會長得很像原始的媽 其實是同一個血統 所以他們近親 結婚是一個非常頻繁的事情 這是我們在談什麼 亂倫經濟的時候 我們自己要去很小心的一句話 因為聽說四皇女非常的像 她所懷念的那一個更衣 就把她取進來 那因為她地位很高 所以進來就直接就是女裕 因為她住的地方叫藤湖院 所以叫藤湖女裕 最後變成皇后 所以叫藤湖中宮 你要知道一個重要的事情 藤湖女裕 嫁過來 或者入宮的時候 十二歲 十四歲 那個時候 袁世光九歲 十四歲跟九歲差別在哪裡 就是姐弟嘛 差五歲嘛 然後那個天皇 又一直鼓勵那個 藤湖女裕說 你不要忌諱跟袁世親近 你要多跟她親近 多疼愛她 多戀愛她 所以兩個人就在一起很久 不是簡單 後來的人叫什麼 戀母情結 不是這樣 戀母是一個小說敘述的 技巧 需要找個藉口 讓這兩個人親近 因為在那一個時代 即使皇族 女生就是不能讓男人見到 是從小到大 除了丈夫就是見不到別的男人 所以要讓這個光源氏 能跟這個妓母發生戀情 還需要有特殊的安排 然後呢 裡面還特地寫了一句話 因為袁世還是個小孩 所以宮中的女人都不忌諱 也沒有避開她 然後就兩個人相處 家天了 袁世本來 記不得媽媽的樣子 所以哪有什麼戀母情結 袁世媽媽在她三歲時候就死了 經過了六年 她也沒有寫說她懷念她媽媽 只是聽人家講說 騰服中公很像她媽 所以引起了親切感 所以這就是個藉口 藉口要讓兩個人親近 所以誰的藉口 就是作者的藉口 你讀小說要小心這些事情 我再舉一個例子 就讀小說有讀小說一個基本態度 小說是虛構的 所以小說要促此一些事情發生 他需要有一些 作者需要找一些藉口 來讓一些事情發生 所以平安朝時代 有平安朝時代 男女之間的忌諱 在那個特殊的忌諱下 才會有我說的 就是那一種什麼訪婚 試婚那種很麻煩的事 然後在訪婚試婚的這個背景下 這個男生卻跟騰服中公 有三年親密的相處 到他十二歲 十二歲他結婚了 他一直想念騰服 這就是其中一個 然後就只能通過 因為他擅長音樂舞蹈 然後騰服中公也是擅長音樂的人 所以他就只能靠吹笛來暗中傳情 所以沒有見面 就三年後不能再見面 但暗中傳情 然後後來有一個機會 之後他跟很多女人上過床 但是後來有一個機會 他又見到了騰服中公 因為不能見 他成年以後 十二歲號稱成年不能見 有一個機會他又見到騰服 就那一次他們發生的關係 他說 他說我以為我一直都在尋找恋愛對象 其實我只是在尋找一個替代你的人 所以那個淫亂那件事情 你不能說他跟很多女人上過床 所以他淫亂 你要了解那個時代背景 那個時代背景很多男人跟女人的關係 就是一個晚上兩個晚上的關係 在他們那裡是很尋常的 你要注意裡頭很多行為 我們比如 袁世光有個好朋友叫頭鐘匠 頭鐘匠也是每天晚上忙著到處 駕著牛車到處去巡訪 人家傳說中美好的女子 那個社會那個時代 是那樣的一個背景下 除了一個袁世光這樣的男生 你還要再注意一些鋪陳 這個鋪陳裡頭 他這個祭母騰服中公 是日本是天皇所能見過 無與倫比的最美的女人 他的一生中 他的一生中除了跟 名義上是他的季子的原始 有一次失通就一次 而且懷了運 剩下了後來的天皇冷泉地 除了這一點瑕疵之外 他毫無瑕疵 不只是原始理想的情人 而且是日本當平安朝時代 至少故事裡所有的故事中 所有人心目中最理想的女人 這是騰吾中公 所以她是像太陽一樣的女人 日本人形容美好 叫做如同光 所以騰吾中公是如同光一樣 光又是美好又是正面 有很多好的含義都在那裡頭 這故事整本書裡面 據說有四百多個人物 一共只有兩個人像陽光一樣美好 裡面的措辭是 雖然天皇認為騰吾中公 是無與倫比的美好的女人 但是跟原始比起來 還差了一筹 所以原始是更美好的男人 但是不要 我們中文翻譯成秀美 你不要相信秀美 因為所有日文翻譯成中文 整個味道都變了 這是我們讀中文的一本 要很小心的一件事 問你 最美好的男人跟最美好的女人 有三年 一個從14歲到17歲 一個從9歲到12歲 親密的生活 親密的生活 然後這男人 就是你發現 日文的這些東西 一翻譯成中文 其實都加了 都加了 怪的東西進去 你要小心 可以嗎 因為我們一聽到切 我們馬上有一個想像 對不對 那是你加的 那不是日文裡頭的 但日文原來的意思 卻沒有被翻譯出來 就是我們在讀原始物語的時候 要一直非常小心的一件事情 我們一直 日文的意思沒有被翻譯出來 一直加進了中文的意思 所以我們一直用中文的意思 在讀那個日文的那個故事 所以日本歷朝歷代 一直都在讚美原始物語 我們很難理解發生什麼事 我們一直覺得 就是個淫亂的故事而已 還沒完 然後他想念他想念那麼久 然後後來他去搶 他去搶了一個女孩子 然後呢 想盡辦法哀求人家 把這女孩托付給他 等於是當他正式的妻妾 然後自己從小苦心 故意的把他 照自己意思培養出來 成為他理想的情人 和妻子 所以作者為什麼叫指示部 因為紫雞被當作這部小說 最重要的女主角 她為什麼要去搶紫雞 因為紫雞長得像騰府中公 然後後來 然後後來 那女三公 嫁給了騰氏 也嫁給了袁氏 嫁給了袁氏 嫁的時候 這女三公又是十二歲 十二歲是一個怎樣的女孩 整天玩貓 跟袁氏一點感情都沒有 袁氏為什麼答應這個婚事 因為聽說女三公長得跟騰府中公很像 為什麼很像 因為同一個血脈 所以袁氏從頭到尾愛過幾個女人 一個 所以那個淫亂是我們加給他的 那樣的社會時代背景下的 那樣子的男人被期望 那個被期待的東西跟 我們這個社會完全不一樣 然後也跟他做出來 他一輩子只愛一個女人這件事 跟那個社會對男人的期待也都不一樣 你怎麼說他淫亂 他色心難欲 你忍不住就去跟人家的太太發生關係 確實也都是 都是事實的一部分 我沒有特地要跟你們講說 他多專情多偉大多了不起 就是 還有一些我不是很確定的 比如說每一個人最後都出家了 所以 有人說 這是在講這個愛情的悲哀 裡面有很多的詩 讀起來都是那種愛情的悲哀 就是愛情到頭來還是一場空這樣的悲哀 原始最後也出家了 川端把這部書講成是 日本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小說 到現在都沒有任何一部小說都能超越的時候 是在諾貝爾獎得獎的頒獎致詞裡 可是從川端康成的前前後後的演講稿看起來 從那演講稿看起來 川端 對於 就是 這個世界終究是 所有美麗都是被哀的 這樣的一種感受是非常深 就是那個東西是深入了川端的心裡 所以也許川端在看原始物語的時候 他的心得是叫做 世間一切的美麗 一切的感情 最後總是 如同泡影 可是其實這句話我都覺得 用中文去理解到底會發生什麼問題 我都很擔心 為什麼 比如日本人很喜歡講一期一會 一期一會的意思是 一輩子只有一次 原來是在茶道裡頭 在講每一次的茶道的聚會 都是一個難得的 緣分 所以要用最盡情 虔誠 恭敬的心 來面對 我跟你之間 就這個茶道裡頭的這個情分 那講到最後最誇張的說法是 今天能跟你見這一面 是我前世幾世又幾世修來的緣分 你今天之所以能夠從我手上捧到這杯茶 是你前幾世又幾世又幾世又幾世 修來的緣分 這是我們過去無數次的過去 以及我們無數次的未來 重新交會於這樣的一個瞬間的當下 這個當下就是過去的一切 就是未來的一切 反正你要扯就可以一直扯下去 那日本人扯的 不是中國人扯的 一期一會有很多含義 其中一個含義是 就是 就像櫻花 櫻花再怎麼美都只有七天 這樣的感受可能也是其中一部分 我不是很確定 就是因為我知道太多翻譯的問題 就 原始物語那個時代的日文跟現代日文就不一樣 問題就已經這麼大 然後日本的學者去考證原始物語使用 在日文裡頭 有一個關鍵詞 就悟哀的美學概念的關鍵詞根 因為他們的意義在詞根重要 不在前面 所以悟哀的意義在哀 不在悟 悟哀這個哀 悟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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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憑甲名是 阿瓦里 就有人去查 阿瓦里 還有 在更早 萬葉級的時代 是寫成阿波里 所以就有人去查 在原始物語裡頭 阿瓦里或者是阿波里 就用漢字寫成阿波里 萬葉級的時代是 用漢字的音寫日本音 這樣知道嗎 阿瓦里寫成阿波里 所以那個時候可能日語是唸阿波里 後來唸成阿波里 有人去查 原始物語裡頭這個字用了一千多詞 裡頭包括各種感情都有 而在日文查得到的記載裡頭 最早的阿波里 最早是 是 當太陽神造了世界之後 讓大放光明 然後諸神終於可以看到彼此面目 從黑暗中放出大光明的那個瞬間 所有的眾神 不禁不約而同的讚嘆 阿波里 原始光 原來意思是這個 如果你要問典故 它是這個典故 好 這故事裡只有一男與女是像那個光 彼此 很好地相處過 這個男生 思念那個女生 非常的久 那個社會 對於所謂亂文禁忌 不是我們今天這樣想像的 像 本劇宣傳就在裡頭考證這件事 他說 小說裡面去虛構了 這個 黃子 思通 祭母 這樣的事情 不見得多嚴重 因為在這個物語的更早 在原始物語稍早一點 他說就有兩個記載 是真實發生的故事 真的是 祭子 思通 祭母 而且也都是黃族 也都美式 所以他們怎麼想像這件事 我不知道 我覺得 我們 我們讀原始物語的時候 我覺得第一個重要的是 把漢人的理法 道德等等等先 用現象學所謂的 掛號 掛號起來 就學那不論 你最重要的就承認 我不知道 然後第二個是 所以我對後面很多翻譯 我 我不確定 因為有些翻譯 有些譯本會覺得 讀到這個地方覺得 這是一個很值得讚嘆的事 卻接下來的 中文的一本寫的是 在座諸位大臣 不禁同感悲哀 我啥在那裡 我覺得是同感讚嘆 可是被翻譯成同感悲哀 因為 片假名就是 awari 所以中文譯者 有沒有注意到這個差距 有沒有把 根據上下文去決定 awari應該怎麼翻譯 還是什麼都翻譯成 I 我對這件事情就 非常警惕 而不知該如何是好 因為我不懂日文 而且你只懂日文 那悟哀的那個悟哀裡面 有沒有那種 讚嘆之下的那個 有啊 我剛剛你講 日文的記載裡頭的 第一個記載 awari第一個出現在文字裡頭 是天照大神 大放光明 世界 因而從黑暗中 開始有光 諸神 第一次看到彼此面目 忍不住讚嘆 Apoli Apoli就是awari的古音 所以 Apoli本來是對光明的讚嘆 那 後來到底有些什麼 所以那個翻譯的人 必須要知道這麼多東西 才可以去翻譯 反正結論一句話 不是兩句話 一句話 讀言是誤語自己要心裡很很 存著很高的警戒 很多日文沒有的意思 翻譯成中文就被加進去了 很多日文原有的意思 翻譯成中文的時候不見了 我還是覺得那個情節相對可信 措辭要稍微存疑 道德價值判斷 基本上要各自 不要輕易的拿過來 放進去 這是第一 第二我不知道 但是會覺得 因為 我覺得以前的 中文譯本的人 對日本了解 應該不如今天 中國學者對日本了解那麼多 我不敢講說深 因為 最早期的留日的學者 有感覺到日本跟中國不一樣 日本不是單純在學習 唐朝 日本有屬於自己獨特的發揮 但 此一時也彼此也 你別的不說 台灣歷經新聞局的檢查 很多人 我不知道新聞局 什麼時候開始不檢查 但是很多人 可能在新聞局不檢查之後 心裡還在 自己在戒嚴狀態 會把所謂的 有愛風俗文化的東西給 我不知道怎麼處理 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讀中文譯本本本來就是個問題 封子凱是很早的人 但是 大陸 大陸一直有檢查制度 然後我跟你們講過 我情欲 欲望的美學 可能被他們 因為我查不到這本書 我很多書都在 大陸的網站 至少查得到書名 可是我有一段時間查不到這本書 我最近沒有再去查 我在猜搞不好 因為中國大陸是禁止色情 禁止嫖妓 非常有道德感 所以 封子凱的書 到底有沒有被受過什麼樣的什麼處理 這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去讀這本書是有些困難 可是至少我讀到的日文資料 講了一段事 應該是屬實 原事物語是通過細膩的筆法 來描述人的感情 而不重視情節的起伏跌宕 因而造成的日本的文學傳統裡面 在乎的是對情感景物的細膩刻畫 而不是劇情的塑造 這一段話 我相信有一段時間是真實的 到現在還有一部分真實 但另外一部分不再適用 原因是 第一 日本文化不見得是單純的 比如說到江戶時代 易記歸易記 還有一個叫花魁 易記是不賣身的 花魁是賣身的 易記的打扮相對的樸素 花魁的打扮誇張得不得了 花魁連走路都誇張得不得了 NHK有一個 YouTube上有一個節目 我找到過 不知道什麼時候有機會 PO出來給你們看 反正就江戶時代 這兩個就已經差異很大 尤其到了後來 歐洲的詩潮又進來 我們讀過那個 日本第二個諾貝爾獎得主的書 那個人叫什麼 大將劍三郎 大將劍三郎的東西 我覺得已經不是傳統日本 跟原始物語幾乎沒有任何關聯 那 我本來很討厭施樂園 不過我查了一下 原著作者渡邊純一郎 在日本聲望地位又很高 這是該怎麼理解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 我對施樂園最不喜歡的事情就是 跟你們講了沒 他最後的 我只看電影沒看小說 所以我不知道小說 我只能說電影 電影我最不喜歡的地方就是 最後 男主角跟女主角 服毒之後做愛 然後呢 把所有時間都算準了 就在兩個人同時 到高潮的時候 毒藥發作了 他們就以那個高潮的時候的姿態 抱在那裡 直到屍體僵化 等其他人來的時候 屍體已經僵硬 再也沒有人可以把他們分開來 他們就活在那個永恆的知識裡頭 你要講淫亂 我覺得這才叫淫亂 也就是說 有三個東西 一個叫感情 一個叫慾望 情 然後下來是慾 然後再來是純肉體關係 那當然 純肉體關係屬於慾那一邊 情跟慾常常是不容易分的 那有一種是情帶動慾 情帶動慾 是一種難以抗拒的事 我覺得這個要仔細分辨 情帶動慾 是一個難以抗拒的事 我不覺得這個應該屬於淫亂 尤其在日本的那樣的一種社會背景下 你是情帶動慾 還是 約略有情 但是 欲望 應該這樣講 你喜歡他 喜歡他 跟 比如說光元氏 對 騰服中公的那種愛慕 你看是這樣一個一個這樣 一直延續下來的 他死的時候 元氏可能死的時候是47歲 他跟女三公結婚的時候是40歲 所以你看 所謂的亂倫這件事 幾乎是必然法 所謂的不倫戀幾乎必然要發生 元氏40歲討了女三公12歲 對不對 所以那個複雜的社會背景 元氏那一種我們可以叫 他對騰服中公那個叫深情 有深情 難以抗拒 欲 有深情會想要在一起 在一起 人的生理結構就是那樣 兩個懷著深情的人 有機會私下相處 要不發生事情需要非常非常大的忍耐 那你們有興趣去看小說 你們就要去注意 其實兩個人發生了 失通這件事之後 騰服對這件事的態度 跟元氏對這件事的態度 是不一樣的 騰服中公是非常的後悔 元氏是一直眷戀不捨 然後元氏自己年輕時候 對待男女關係的態度 跟他40歲以後對待男女關係的態度 又不一樣 所以你在裡面可以看到 各種不同女人的情感世界 還有一個男主角叫元氏光 從年輕時候到大的過程 成長過程中 對男女關係的態度的變化 所以 元氏光完蛋 今天 不管 所以 元氏光在這小說裡面 跟那麼多女人上傳 他到底是 然後對騰服中公卻又是 那樣子的一往情深 這到底是怎麼去理解這件事 其實我的閱讀裡頭 我有一個 我還沒讀完 我的閱讀過程 我有一個蠻深的感觸 我覺得只是不想要呈現的是 他那個時代 男人跟女人的 真實的情感世界 我覺得他是要說這件事 他最後結語也許是說 一切都空 這我不確定 因為 都出家了 很多段落讓人傷感 愛情讓人傷感 這件事情我 我倒覺得也有可能是 指示部的原因 因為這幅小說 他最大的問題是這樣 他原來是手抄 抄了五六百年以後 才開始印刷 是開始印刷的時候 已經有很多不同的手抄本 然後呢 手抄的過程中 因為那個時代 對女人極端的不重視 我已經講了 連名字都沒有 所以那個手抄的時候 是抄自己有興趣的部分 所以也不是整本抄 所以到最後是 又那麼長 故事又那麼多 然後有那麼多版本 然後後來被匯整 在這個匯整過程中 到底有多少人是任意的 遺失了其中的某幾卷 有多少人是自己喜歡 而加了某些井 我們通通都不知道 因為五六百年後才開始印刷 然後到可能 至少是明治以後 才開始真的認真 做嚴謹的學術考證 那個 本居宣長是江戶時代的 國學大師 我其實是為了要了解物哀 要了解物哀就要了解本居宣長 要了解本居宣長的物哀 就要了解本居宣長 讀過的原式物語 所以就這樣追 就追到原式物語 一追到原式物語 一讀翻譯就開始覺得有問題 只好又去查 何歌 中意可能遭遇到的各種問題 發現中國學者有了一些研究 然後知道和歌翻譯過程 可以有多少的錯 再回去看我的原式物語的那個譯本 發現我擔心很 就會覺得擔心很多事 類似這樣 到現在都沒辦法好好的讀原式物語 所以原式物語哪幾個部分是 原來只是不寫的也不知道 一直爭議 因為你過了六百年才開始印刷 之間是不當一回子式的操 就完全不尊重作者那樣的操 然後因為那個東西很有趣 所以很早就流傳 但問題是被亂操 所以又經過這麼多明治以來的 這些嚴謹考證跟恢復 那現在的版本 可以也許介於八九成是真的到三四成是真的 我不知道 所以指示部在想什麼我不知道 把它當作一本書來讀 所以我們目前唯一可以採取的 就是我們這種不懂古典日文的人 大概只有這個辦法 當然 原式跟那麼多人上過床 裡面會不會有些是別人夾進來的 我不知道 我們只能大致上說 他是在呈現男人跟女人的情感世界 另外一個 原式跟這麼多女人上床 他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男人 我跟我太太說了一個事 這是我覺得是可能性之一 但是成書的年代有人認為在公元一千零八年 如果公元一千零八年有這麼樣的長篇寫實小說 他會是世界第一 太成熟了 中國小說裡面跟他能比較的是紅樓夢 清朝 前後差了七八百年 也是這個原因 所以這部書誰寫的 其中一個經常被提出來叫做 指示部先寫 後來被其他人添加了 但是甚至還有人說 可能是指示部的爸爸先寫的 我不知道 反正我比較能確定的是 我們不知道 但是又似乎是非看不可 讀的時候 必須要很小心 因為 你用中文的意思去讀這本書 我覺得算了就乾脆不要讀 你只是讀了另外一本銀書 那有什麼意思 對不對 讀它是為了懂悟哀 悟哀的源頭 悟哀的源頭 悟哀的源頭是什麼 如果你要知道本 本居宣長的悟哀 我二要的介紹過了 因為在 它寫的 關於 原始悟哀 它最重要的一本書叫 指文耀靈 指文耀靈就是 大陸那個王向遠翻譯的 日本悟哀那本書裡頭 日本悟哀那本書裡面 就有指文耀靈 另外還有三本書 一本是談和歌 那個我覺得關係不大 一本談本居宣長自學方法 一本談什麼 後面兩本我大概不會去讀 和歌那一本我也讀 不太讀得下去 指文耀靈幾乎讀完了 可是指文耀靈幾乎讀完了 很多問題都沒有辦法回答我 所以我是很期望 我有一個很確定的是 對中文讀者而言 要讀 就算有些事情已經不可能解決 和歌翻譯問題很大 不 我還是這樣講 儘管和歌翻譯問題翻譯很大 我覺得 由於中國近年來 對於和歌的中文翻譯 有過很多研究 我覺得 今天應該有人 有機會產出 有機會產出 比封子凱和林文樂 更好的一本 譬如說日本很有名的文學家 古其潤一郎 他就曾經三次翻譯原始物語 你想想看 古其潤一郎是 五次 進入諾貝爾文學獎決選 曾經五次進入諾貝爾文學獎決選 這樣的文學家 翻譯原始物語 還要翻譯三次 第一次三年 第一次兩年多 第二次翻譯三年 第三次翻譯一年多 你就是說那個翻譯 所需要拿捏的是複雜 我們的中文譯 本能不能達到 古其潤一郎的嚴謹度 是問題絕對是非常非常非常大 有沒有誰可以 根據古其潤一郎的翻譯 重新去思索 古其潤一郎翻譯的時候 還是日文的 日文結構翻譯日文結構 要變成中文的話 他必須要克服 日文翻譯為中文的那個過程的 那才是最大挑戰 就是說中文翻譯 原始物語的難度 應該還遠超過 古其潤一郎 把江戶的日文翻譯成 現代日文的難度 可是我的猜測是 峰子改跟靈魂樂 都沒有那樣的嚴謹度 所以我其實很期待 這就是說感想 不是交給你們 希望你們去翻譯 就是感慨 感慨而言之 我覺得其實中文讀者 非常需要一本最新的 整合了中文 和歌中譯的所有研究過程 因為我讀過一篇 論文談和歌中譯 我覺得提的意見還不錯 因為他們經過很多的翻譯過程 跟研究 這個提出來我覺得那個態度還不錯 我覺得應該是整合過去這些翻譯的經驗 跟學術研究的心得 然後我知道中國人 比如說有一個叫劉曉俊 在京都女子大學當道教授 雖然日本人不給他教日文 他其實是在那邊教中文 是京都女子大學國際部的主任 負責教中文 以及負責國際合作 叫劉曉俊 但他研究的是萬葉集 研究的是合格 所以他至少懂日本古典文學 有劉曉俊就不會只有劉曉俊 我覺得有機會 有人真的那個對平安時 我覺得今天要翻譯這本書 應該這個人要同時有能力讀 平安朝時代的日文 以及古其論一郎的譯本 應該是參考這兩個譯本 同時考慮合格中譯時候的各種困難 的解決方案 去重新翻譯出來 這只是此其一 其二我會希望這本書有註解 把很多會引起中文讀者的誤會的 那種社會時代背景 在註解中加以注視 然後在前面要寫一篇很好的導讀 提醒中文讀者 是一個 竊竊不可犯的十個大錯 然後我們可以先讀完導讀 再讀正文 一邊看註解 這樣我們才有機會了解 原始物語到底在講什麼 因為 因為那也許真的是一部 最能治療中國人的病的小說 中國人的病 你看 中國人從小學習的按照儒家學說 學什麼 灑灑 應對 進退 什麼東西 行為 行為的對錯 行為的對錯 我們在言行 做對了就好 心裡想什麼 要不然就不要緊 要不然就沒人提 知情合一嗎 知情合一的意思只是要去做而已 不需要知 知道要去做 懂了嗎 懂了就去做 重點在做 但是 假如原始物語我沒猜錯 它是要讓 讀者了解 男人跟女人的情感世界 重點不在行為 在他們的 內心的情感世界 包括騰壺中公 這麼美好的女人 不要講說什麼 我們跳出理髮道德 全部放到括號內 但我們知道 根據裡頭的小說 不容易被翻譯錯的情節看來 騰壺中公對於他跟原始思通 這件事 是非常的懊惰 後悔 也就是再美好的人 都會情不至今的做出 讓自己後悔的事 那 所以 重點也不是他做的事 重點在他的後悔 所以 讀這個書的時候 你不要用華人的習慣 一直看那個騰壺中公做了什麼事 是他懷著什麼心情 所以原始物語做那麼多事 那也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每件事他的心情 所以他跟那個騰壺中公的關係 的那個心情 如何改變 他一樣 他看到他爸爸他就覺得貌冷汗 愧對他爸爸 沒看到他爸爸就思念騰壺 騰壺是 沒有見到天皇 他也懊惰 見到天皇 因為天皇對他非常的好 更覺得懊惰 所以 至少這一部小說 我有一個把握 這部小說在想什麼 想人心 講真實的人心 光憑這一點 我都覺得很值得中國人讀 就是 有一個叫日本這樣的民族 從一千年前的那部小說 他的重點就不是要告訴你 是非對錯 他重點是要告訴你 你看連中文裡面的是非對錯 講的是什麼 行為 而不是人性的事實 是非本來是 是非對錯 也可以用來講人心 對吧 比如說像騰壺中公 這麼美好的女人 有沒有可能做出 讓自己懊惱的事 這也是個是非對錯 他不是道德判斷 不是價值判斷 它是一個 屬於事實的判斷 這就很有趣 事實是什麼 就他們把那個重點 放到那裡去了 人心是什麼 人心的世界是怎樣 那 原事 原事 原事可以那麼多女人上床 兩種可能 有一部分是後人 灌水 增添了太多的題材進去 不是只是不寫的 這一種可能 我不確定 第二種可能 我跟我太太講 一千年前的一部小說 要講四百多個人物 那麼長的寫實小說 你如果有三個男主角 你知道那結構會有多複雜嗎 了解嗎 一個男主角最簡單 所以從頭到尾就講一個 繞著一個男主角講 這最簡單 所以前面的故事就是男主角 原事光 後面的故事就是一個男主角 他兒子呢 兩個男主角 每個時間都只有一個男主角 這樣的小說結構是 相對容易掌握的 所以原事光跟那麼多女人上床 你要表現各種男女之間 可能的情感狀態 那麼多的男女的故事要講 最好男主角 只有一個 是一千年前最容易掌握的一種故事結構 事實呢 也許是我剛剛講的兩個因素 結合在一起 但不管是哪一個 我至少九成以上把握 這部小說的重點 在呈現男人與女人的 真實的情感世界 但那個時候沒有心裡寫實這種東西 所以他必須通過故事 通過情節 通過歌 去描述 把人心的真實狀況 當作小說題材 當作小說題材 我想來想去我覺得 這點是獨特的 因為 希臘是把 外部世界的真實 當作一個 從亞里斯多德開始 我不能說之前 但亞里斯多德開始 把外部世界的究極真相 當作是最重要的事 結果 結果 這一推出去 就可以有後面的歌曲 結果西方人搞了老半天 有太長的時間 研究的是 人心外面的那個世界 中國人有太長的時間 在研究的是 行為的對錯 中間沒有人在研究 人心的真實 就像我剛剛講 那一部學術著作 愛情如何征服婚姻 長期以來 所謂的貴族階級 彼此之間就是 處於鬥爭狀態 權勢財富一直都是他們 首要的關切 人的委屈一直都不是他們所關心的 而在日本平安朝的情況下 政治的鬥爭 不同勢力團體的鬥爭 依舊是存在的 甚至是影響天皇決定 讓誰當皇后 讓誰當 東公太子的重要的因素 的狀況下 有一部小說 以巨大的篇幅 其實這男女感情世界不只是 男跟女之間這種戀愛的關係 包括對景物 大自然的景色 都描述在內 所以我說那是一個情感世界 我以前一直感慨日本有 兩部電影 感官世界 情慾世界 情慾世界 我覺得日本應該有一部情感世界 四重咒其實就是情感世界 你看儘管 四重咒裡頭 其實就是講愛 愛什麼 愛一個人 愛家人 音樂 愛音樂 其實那個講的都是講愛 在日文裡頭的愛 可能會比較不像中文的愛 那麼狹義 所以日本有一些 蠻獨特的東西 是值得我們去 認識的 唯一可惜的就是 中文跟日文之間的翻譯是個 蠻大的一個鴻溝 以上報告 結束了 那你下次再跟我們講愛情 怎麼更合 不要不要不要 有問題嗎 這樣子好像有點了解 我們有些人會批評日本人 就是外表一回事 然後但是內在又因為事 可是現在講起來其實 他們應該也理解人家對他們的評價 可是我們覺得跟他們不糾纏 可能是因為 其實他們有老實說的那個 他自己的那個底蘊 或者他們孕婦以來的優化 是我們不理解的 所以我們就會說 你為什麼會這樣 你為什麼會這樣 可是我是說他們 他們保持著我們觀看的那個狀態 可是我感覺是本人對這個不糾纏 對於我們對他們的批判 比如說都很嚴謹 可是有時候又很放蕩之類的 美軍因為戰後美軍等於是統治日本 名義上是 我不知道名義上是什麼 但實際上是統治日本 然後日本的憲法 其實是麥克阿瑟替他們立的 麥克阿瑟在日本的任務 其實基本上就是要讓日本軍閥不可能再生 不是單純的從權力結構改變日本 是要徹底連內心都要改變日本 在那一段時間甚至更早 就有美國人的描述 因為黑船事件以後 就美國開始跟日本人有一些接觸 美國人非常討異 美國人非常討異 其中一個 比如說我讀到一則 一則摘述是 好像美國的一個外交的高階人員 他見到一個很有教養的日本女孩 害羞 含羞答答 碰到生人一定要回避 他覺得日本女人非常的保守 後來就發現那個女人 跑去那個公共澡堂 泡湯的時候 大膽的讓她無法想像 這兩件事她連結不起來 同一個女子 我覺得這是最傳神的告訴我們 很麻煩人的感受是 已經跟社會有關了 人的感受不是一種單純的 所以原始物語想要去講 人心的世界 真實的人心世界 那也是平安朝的人心世界 那個也不是 永恒更古如一的人心世界 不是 所以我覺得讀那本書 目的不是要知道 人性究極的真相 是說有一個民族曾經是這樣 因為你看我今天講完這個故事 你如果再回去 再回憶你看過四重奏 是不是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那比如說那個五季家的儲娘 最後那個五季安頓的地方是 當儲娘 這個從哪裡來 就我剛剛講的 就是 所有日本人都是天造大神的子民 沒有誰跪 沒有誰跪 沒有誰見 重要的是 找到屬於你的位置 所以日本人有這些東西 我以前看到那個 柏克萊的暢銷書排行榜 一大堆日本人的翻譯 通通通都是在安慰那一些 魯蛇鄉民 以前覺得日本人超無聊 可是我知道這些背景之後 我發現 本來這個世界上 如果有誰可以真心的寫出 讓魯蛇感到安慰的書 那就是日本人 因為他們特殊的文化歷史信仰背景 他們就相信 所有真實的東西是最可貴的 因為那是天造大神造的 禮法是人創作的 沒有道理人的禮法 凌駕於天造大神所造的東西之上 這是本局現場的理論 所以真的就是好的 那當然還有後頭一些問題 我本來只想要寫一篇 結果越寫越多篇 就變成要鋪陳再鋪陳再鋪陳 就是因為這個事情建設很複雜 我不知道 我也許哪天有機會再跟你們講 誤哀跟真是兩個 必須同時兼顧 否則你就會濫用真或者濫用誤哀 那總之反正日本有值得我們注意 我到現在其實都還在重新評價 我唯一現在可以篤定的是 日本有它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 注意到什麼程度我還不是那麼確定 但我很確定就是說 對平凡人付出最多心血的是他們 就是希臘 男主角一定是誰 半人半神的英雄 就是要有超越性 歐洲 男主角要是誰 跨越時代的英雄 日本有沒有 有 戰國時代三雄 知田信長 這個 第二個是誰 封臣秀吉 然後再來德山加鋼 那就是英雄 所以日本有英雄崇拜 有 可是他最早的時候不是英雄崇拜 你看平安朝時代 原始物語就不是英雄崇拜 是一個多情公子 是情 很獨特對不對 以情作為一個 這麼高的價值 然後江戶時代的本劇宣場 把誤哀 誤哀就是了解自己的感情 了解別人的感受 當作 比倫理道德更高的價值 真心跟誤哀 很獨特 我好像 曾經跟你們講 我忘了有沒有跟你們講 中國為什麼那麼重視倫理 因為周公 在周公之前 商朝為什麼可以當皇帝 奏為什麼敢無道 我跟你們講過 奏無道是什麼原因 因為奏的時候就沒有倫理 倫理規範 這件事情是周公去發明的 所以孔子才會講 為管仲無其批乏所任意 管仲做了什麼事 就是管仲維繫了周的命脈 命 周的命脈是什麼 不批乏所任 所以是文明起源 周公做了什麼事成為文明起源 自體作業 倫理 就是倫常 鋼腸倫序 周公是發明他的人 周公為什麼發明那個東西 不是 因為周取代的傷 憑什麼 這是周公一個大問題 所以天命未飽 周公講過這樣一句話 天命未飽所以什麼 意思是說天命未飽 所以他沒辦法好好睡 沒辦法好好的吃 他吃不安穩睡不安穩 因為天命未飽 天命未飽 天命未飽是什麼意思 因為天命在傷不在周 你要講天命 天命是在傷而不在周 周取代的傷是偶然 那所以周憑什麼保天命 結果周公想出了一個辦法 以德配天 以德配天 兩個字同等很重要 德要配天 通過以德配天 人跟天發生的關聯 那是周公發生 發明了一套超越的東西 就是超越這件事情 是會非常吸引男人的 亢奮 會讓男人亢奮的超越 在希臘有那個超越的管道 在歐洲英雄有超越的管道 中國就是從走以德配天 得到了一個超越的管道 所以你看孔子 文王寂末 文起不在乎 文起不在之乎 你看天命 他的天命是什麼 德 德是什麼 德是人超越自我的一個管道 人如何通過德而超越自我 壓迫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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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自己分成好的跟壞的那個部分 把壞的那個部分斬掉 那比日本的欺負還困難嘛 欺負是什麼 欺負代表我打敗了 不是因為我沒有能力 不是因為 我給你看 別人做不到我做得到 我可以忍受最大的痛苦 所以我們看起來很殘忍 他要證明的是 他可以忍受很大的痛苦 欺負有什麼了不起 就從左邊接到右邊 聖人才是可怕 要當一個活著的人 但是把自己分成兩半 下面那一半要截掉 但是不可以去世 不只是行為上不可以做出來 心裡面不可以有 越講越多 你講到後來 人不是人 最後一定都是洋風因爲 最後一定是七上瞞下 但是你不要忘記 最早的時候它是一個理想 所以 周公其實是一個 天真而可怕的小孩 很天真的 創造了一個 發明了一個偉大的想像 卻後來變成了 中國人兩千年的一場噩夢 出了歷史時代背景 先跑出了原始物語 雖然後面有各種不一樣的東西 就像那個花魁 那個亂七八糟的 江戶時代的那個 畫畫那個叫什麼 服飾會 服飾會就是要揭露人的各種可能性 所以江戶時代其實日本已經很多元了 我聽過一個英文節目說 日本是單一民族 單一文化 根本就瞎拜 第一 日本不是單一民族 第二 日本不是單一文化 日本是多元文化 但很慶幸的是 他們的源頭的原始物語 講的是人心 這個東西 至少這一個東西 一直有流傳下來 然後這個人心裡頭再加上 他們相信所有的人都是神造的 都有他值得的一面 那就好了 所以鄉民只要找到自己的本真 就值得活下去了 所以裡面有一些 就像我講那個四重奏的那一個編劇 我看大窦田永久子 看到四極實在已經受不了不堪了 可是我 我最後就是跟我太太講一句話 我相信她是很誠懇的 要為平凡人 四十歲以後的平凡人 尋找活下去的動力 至少這件事我相信她的誠懇 雖然技法實在我覺得很差 時間大 時間大 就這樣了